保存制作动物标本 不但可以知道动物的过去 或许未来也可以成为 延续物种的关键 我们就来看到在澳洲 已经决种的动物叫做带狼 现在透过标本 很有可能马上就要 重返世界了吗 先看报道 这一只名叫班杰 名的动物是全球最后一只带狼 俗名塔斯玛尼亚虎 只因为身上斑纹似虎 失业行性肉食有带动物 1936年因为管理员疏忽 胃调节日液温差 班杰明意外死在动物园里 带狼就此绝种至今85年 但现在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当年曾遍布澳洲大陆的带狼 因为人类猎杀而绝种 现有技术无法复育 但能提取RNA就有希望 瑞典研究团队在澳洲博物馆中 向重一支132年前的带狼标本 纸巾干燥没有过多化学处理 研究人员成功突破技术瓶颈 分离出带狼皮肤和骨骼 肌肉组织的RNA 用干燥标本中的RNA研究带狼皮肤斑纹的显现方式 这是第一步 RNA比DNA小 但RNA病毒的变异性比DNA病毒高 艾滋病 登格热 SARS和伊波拉等难缠疫症 都由RNA病毒传播 未来研究不同物种间病毒传播 或病毒变异历史研究 由此技术都大有可为 好 我们报道当中所看到的带狼 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他又叫做塔斯玛尼亚虎 为什么叫做虎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背上对不对 有斑纹很像虎 但他不是真正的虎 七夕地就在澳洲 七十年在大约400万年前就有 但是很不幸的 1936年9月开始正式宣告绝种了 起因是因为人类的猎杀对不对 为什么需要把它灭绝呢 我们来请曹博士告诉我们 然后现在从标本来复育 这个带狼是不是真的可行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标本当中 体验出DNA 这感觉很像从琥珀里头 复育那个恐龙一样 是 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 我们在过去的100年到150年中间 有非常多的野生动植物 正面临快速的灭绝 像带狼是1936年 更早之前当然还有 兜兜鸟 所以这都是跟我们历史上 比较靠近的时间点 在人类眼前消失的物种 当然我们的科技也是与时俱进 所以现在我们还可以把 破碎的DNA片段把它重组 因此像带狼确实就在澳洲的 动物园所保留下来这个标本 透过专家学者的帮忙 技术面上破碎的片段要去做 当然复杂度比较高 因为你要去补很多的坑 就像我们目前世界动物园 跟水族館协会 跟我们的IUCN自然生态保育联盟 有共同在推一个 不要让物种继续快速登上红皮书 因为就变成冰维物种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计划 叫做reverse the red 同时IUCN在去年也特别同意 新设的一个专家群是叫做 Animal Biobanking for Conservation Specialist Group 也就是说透过冷冻细胞保存 这种保存的技术 能够保存完整的活体细胞 包括大家可以想像 精子 卵子 瘦精卵 甚至是干细胞 Fiber Blaster等等 能够在未来假如真的野外灭绝了 我们有没有机会再把它找 亲近的物种让它复刻出来 带狼的部分大概也是一样 它可能找到最亲近的物种 演化上可能是目前还有 现身个体的带欢 就是叫做Tasmania Devil Tasmania Tiger当然是 最顶级的这种掠食者 大家晓得你位子越高 面对的风险 冰维的几率也高 因为你的生活要求可能更复杂 更精致 只要有稍微有变化 它们优先而会不见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 靠着专家学者的努力 我们目前保留下来的标本 当然希望对我们的野生动物 或者植物的保育 能够做出贡献 是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除了我刚刚讲到的带狼之外 老师刚刚也讲了 另外还有两种 一种叫做杜杜鸟 对不对 刚刚已经有讲了 杜杜鸟 它本身是在17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灭绝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蒙马像 蒙马像大家一定很熟悉 为什么呢 那个电影《冰原历险记》 就是主角之一 大家对于蒙马像 也都是非常喜爱 所以它们现在也都是用DNA 要复活中的一个动物了 但是我们来请教一下 就是有了这些活体细胞 像刚刚讲的团团 都已经被保留下来了 所以将来很有可能 也可以把团团复活 是这个意思吗 逻辑上跟技术层面上是 但是刚刚讲的 道德方面的考量 就是说我们目前有保留团团的 可是台北动物院 也跟我们的林业籍保育署 一起合作了很久 我们在做野生动物救伤收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比较多的个体是 来了留不住都死掉 所以我们自己也有一个 很深刻的体悟跟痛心 就觉得说这些个体都留不住 它们就不见了 它身上所代表的 这个遗传多样性就跟着消失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 冷冻方舟的概念 能够保留这些个体身上的 活体细胞 也许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 slogan 口号叫做 Making Conservation Cooler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只想到 保留现生动物 可是当然如果是用液态蛋 保留它们的活体细胞 也是另外一个选项 也是一种抱的 下一个阶段就是说 那凭什么是团团 不是另外一只雄性个体 所以这个在遗传多样性的 考虑上 可能也需要有一个机制去评论 那当然像圣地牙哥所 妇科出来的 包括黑角雕 或者是蒙古野马 就是当时他们在照顾的 过程当中 可能他找不到试婚对象 他没有办法留下后代 所以这样的一个个体 当现在有可能 有另外一只不同性别的个体 那他要计算成熟的年龄的时候 他把它复刻出来 就让我们的族群 个体可以有机会增加 同时更重要的是 保留了他们的遗传多样性 其实相当程度 我们在电影那个 侏罗纪公园里面 其实大家也开始反省了 这个相关的东西 但没想到现在的科技 慢慢的成真了 所以当时演的可能是真的 但是随便乱复活一通的话 就会演变成世纪大灾难 还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那么当然除了给绝种动物 复活的希望之外 我们也希望这个标本当中 有没有可能提醒人类 就是他们所生活的一个困境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有石虎标本 对不对 比如台湾石虎 它踪距是在中部的浅山地区 然后它的族群数量 仅仅只有400到600左右了 主要威胁有七地流 施拉 鹿沙等等等等的 老师好像制作过这个 被鹿沙的石虎 对不对 的标本 对 有几次 那从那个石虎的标本当中 您看到了哪一些 是人类应该要警惕的 石虎 石虎 因为最常我接的几个案子 都是石虎的 都是鹿沙 对 都是被撞的 那当然它显示就是七地破坏 但也是很麻烦 因为它毕竟就是平原物种 跟人的七地就是重叠 那被撞代表 你还要当场死 死在那边 然后它可能入侵 鸡舍 然后不知道 跟农民之间的冲突 然后遭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鹿沙也只是冰山一角 对啊 可以这样讲 那当然 要怎么解决 我也是很麻烦 可是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像这种鹿沙的动物 比如说它的 它可能就受伤了 那在制作标本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更为困难 还好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取它的毛皮 所以它的骨骼或者内脏怎么受损 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但那只是说 一定要够新鲜 你捡到到我手上 可能时间一拉到可能也做不成 是 生物动作性中心有一个鹿沙社 所以就像刚刚黄老师所说的 我们会有机会见证到很多的 因为交通而死伤的动物 另外在我们野生动物救伤收容计划里 经常看到的这个动物 可能我们从它的身体外观等等 可以做很重要的采样 比如说它可能是被咬 可是被什么动物咬 现在可以用DNA的检测 遗传检测 那去推估 那确认 甚至确认是被狗咬 那当然搭配的自动照相机 就可以更进一步提供科学上的激症 所以我们非常多的流浪动物 是因为不负责的四组 可是这些流浪动物 事实上也造成我们 台湾本土野生动物 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上游的部分 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去解决 另外就是野生动物 根据我们的一些 标准作业流程里面 特定的物种可能是易感 就是说那种传染性疫病 容易被感染的物种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 有些个体要送到家卫所 或者我们自己有能力 做部分传染性疫病的检验 这个时候你就是 从野生动物 或者是我们所调查的这个 范围里标本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非常多 也可以甚至作为预警系统 那都是让我们的生活 甚至我们周遭环境的 生物多样性 变得能够被维护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刚刚讲到了 保护动物的部分 很多时候都是基于 人类的自私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的话 当然就有富裕它的可能性了 不过下一个即将要消失的动物 居然有可能是 非常非常可爱的五尾熊吗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前面走开